哎呀 这天哪这么热呀 我得脱了 谁热 你把他脱 哎 没有 这啥情况啊 但是你那个说的友情提示你一下 这个电话号你要是放上去 大家要是都看到了 万一打电话骚扰 会对你的生活带来影响 要说咱大爷还得是咱大爷 嘴上说这天气热 可实际是到目的地了 直接就亮出实力 这一架子可就好了 本来天上就是大太阳光线强烈 现在大爷衣服一脱 浑身都冒着男人的自信 金钱的力量 直接让人都睁不开眼睛了啊 都给红娘看着急了啊 这是内饰价的事 就是老东 就是所谓就是汽车场一个部分 因为我在这边住习惯了 上班也近 朋友什么都在这边 同志什么的一系列的事情 那你是啥意思 这不是你的房子 这不是我的房子 你房子呢 我房子在姑娘那边 全基本就是给孩子了 啊你是因为上班在那边住 在这边非常近 啊就一直住着啊 哎呀二十多年了 你也不觉得说 我没有一个自己的房子 我住着没有安静 我从来没有那种概念 你看那个金星啊 咱说还有费祥俊 人家那么有钱的人 从来不买房子 而且反正我觉得 我挺吵钱的 但是咱说的 等你讲来你百年以后 你也背不走一些东西 其实人呢 在哪就是收心就行 对反正我就是 首先出场的是咱徐大妈 大妈今年六十岁就差临门一久 经济收入每月两千出头 没有资格的住房 一上来面对红娘的询问 人家倒是没一点觉得不妥 直呼资格是目光长远 买房负担半辈子 不买房轻松一辈子 可是这说白了 不还是等着找个老伴 一切就啥都齐活了 不然这夜薪两千 还不知道要存到猴年马月呀 哎呀这天哪这么热呀 不是我得脱了谁这个 你把它脱 哎 没有 哈哈哈哈 这啥情况啊 这个新颖不 你这太有特点了 这是咋做的特意做的衣服啊 这是我的战袍 特意做这是 不是我自己做的啊 我知道这是你设计的呀 你自己设计的 就是说要把什么信息放到上面了啊 对呀 这虽然挺好玩的啊 这个老头老太太 牵手工作晚年挺有意义的啊 这个战袍是不是挺贴贴的 挺好的挺好的说 打着路上 不好意思露出来啊 没好意思啊 但是你那个说的友情 歧视你一下 这个电话号你要是放上去 大家要是都看到了会 那不 万一打电话骚扰 会对你的生活带来影响啊 不怕打扰 我是军阳出身 光明磊落啊 想说这是透明嘛 是不是 有钱大爷的这一操作 还真是给咱整个位了 嘴上说着天气热 实则是眼看快到目的地了 直接就亮出杀手锏了啊 看似是热得捂了一身汗 但实际是等着小蜜蜂往身前飞啊 这就叫醉翁之意不在酒 每夜退休工资六千的大字一显出来 估计路边的大黄狗见了 都得夹着尾巴敬个礼 红娘看到鸡鹅后 都忍不住知乎快挡住 人呢得有个就是长远的一个眼光 你不能说这个 哎呀我现在挺好的 我自己又能做饭 我挺自由的 你现在找老伴是你聪明的一个选择 你要是说你等到 八十多岁你躺在墙上了 我找老伴 你说是梦话呢 你找干嘛 对 是不是 所以说吧 我说啥意思呢 现在找老伴 趁早找老伴 找一个知冷知热的老伴 比什么都好 张叔渴望能遇到一个知疼知热的伴 对于找老伴 他的要求并不高 就我是首先的 我要求是适合好的 你怎么前台我先 我那都无所谓事 年龄呢 也是无所谓 你大我几岁 小我几岁 都可以 健康最重要 快乐最重要 咱大爷面向不仅看着稳重 连说的话都是句句在里 直呼人必须要有长远的目光 现在一个人是无病无灾 潇洒自大 可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呢 以后老掉牙了找老伴男 那为啥不从现在开始 就好好把握机会 这会说到择偶要求 人家也是没一点不切实际的想法啊 直呼性和合适年龄 长相都无所谓 倒真是算得上个优质相亲对象了 哎 我戴眼镜 我戴眼镜啊 啊你好你好 啊张新成 对张叔啊 啊许乃庸 啊你好 特别特别强调一下 叔是今天从七七哈尔过来 特意不你来的 哈哈哈哈 啊七七哈尔的你也是啊 你家七七哈尔哪个区子 铁方区啊 我家是龙沙区的 啊 找个小 远不远分 远分 我的妈呀 哈哈哈哈 这必须得给你找个老乡啊 哈哈哈哈 都没说啊 都没那啥 为了给你个亲戚 我说你长得下七二人吗 咋能看起来呢 啊这是面善吗 面善的哈哈哈哈 七哈尔的都面善 啊好 是不是挺好 你看 挺好 这么老远过来了 还碰到个老乡 你说七二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哈哈哈哈 老乡见老乡 对就是老乡 咱们这真是那个 人还没那什么土仙情 对吧 这还真是意想不到啊 大爷和大妈一见面 互相问到地时 人家一句嘻嘻哈 整得大爷和大妈心里都暖洋洋的 没想到在这大长春 都还能碰上老乡 都说老乡见老乡 见面来两刀 但人家就不一样了 见面就两眼泪汪 大干一丑还 因为好好老乡 是啥 还丑着人 这个好感莫名什么呀 对 没有什么反感 就是演员这段算是 还算是过了 还行 我也不挑他那什么长相了 个头了 他够个男人 别看他个儿不那啥 他挺有男人 那种 对对对 有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 那啥 也挺落落大方的 不去场 不那什么 其实男人就应该这样 挺好的 女儿可以感到挺亲切 就是一见如故的感觉 就是加分 这会私下说起 对各自的看法 大妈那头是赞不绝口 大爷心里面 也是偷着乐 直呼打心底 没有啥子方案 在老乡的那层浓镜之下 看着就感觉 人家面善稳重 那现在好了 多说相亲演员占一半 这下估计就是吃不了 也得把大妈兜走了啊 就想找一个 性格温和的 这个你说我也不是说看颜值啊 看这个物质啊 首先一点性格 到底是有没有脾气 这个就是 我为什么想找一个没脾气的 我原来那个前妻就是 他因为他脾气大 所以我们俩才分开 离婚多少年了 七年 那孩子归谁 没有孩子 我这人就是一个简单的 你俩一直没药啊 还是没有啊 他有他有妇科病 哦 那你咋够过那么多年 嗯 那你熟这房 这个不是他们离属的原因 他不是在意这个事 不太在意 主要就是他这个皮的太不好 先前咱们是知晓了大爷的择偶要求 可是大妈那头却还是毫不知情 这会两个人一坐下来 人家就把韩战家常一笔带过 毕竟成年人的世界 哪需要那么多铺垫 都是相亲的心知肚明 大爷表示 自个就看重性格 前妻虽然有妇科疾病 但两人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性格不合 对方脾气太大 这才遗憾分手 其实你没跟我尝尝 我啥说都没有 你性格特别好 是那种说啥事不讲理 蛮不讲理 我不是 我不是 我也不愿意发火 我也不愿意发脾气 我这人 我也不愿意跟谁争执 或者怎么比 就是咱这个岁数的 就是老了找了伴 找了伴吧 咱说这个岁数的 你就得一天和和气气的 遇有事那两个人 我希望这两个人是有商有量 这是我向往的生活 那你说你从前 比如说俩人出去意见不同意 比如说你不愿意打麻将 他打麻将 我说假设 比如说你不愿意抽烟 人家喜欢抽烟 那你反不反对啊 反对 坚决反对 那他不就得听你的吗 那你是不是大男子主义 对啊 对啊 那怎么大男子主义 你这个是属于不良嗜好吧 属于你喝酒抽烟吗 全都没有 不抽烟不喝酒 不打牌 我这些我不良嗜好 我 我没有 不是说天天抽烟 天天喝呀 天天天天天天去玩 那我没有 大妈一听到人家的顾虑 顿时就长长的呼了一口气 直呼自个之人 别的条件没有 要防没防 要存款没存款 但唯独就是心肠 毫不计较 这会再提到生活习惯 俩人都是没啥不良嗜好 这会咱再回头看看 人家对双方的印象 简直就是雷婆找龙王谈心 天涯海角蜜之音 性格香和爷爷看上了 就连生活习惯都没毛病 就假设我出去旅游去了 你能不能接受 旅游可以 嗯 你这个属于政党的事情 你必须咱里正确对待 但是偶尔出去玩玩旅旅游的啥的 我愿意出去 这都可以 我挺喜欢过这个候鸟生活 那个冬天时候上这个海南山亚呀 嗯嗯 或者像上这个 海南我还没去过呢 有 咱俩一块去吧 你将来生活怎么安排呀 两人到一起了 我先听听你说 我说呢 你将来就是结婚登记 然后我把工资卡交给你 要不行我就交给别人 咋子还不敢要我 咋不敢要呢 这个吧我举双手愿意 但是说啥意思呢 你你把这个工资卡交给我 我的送量也挺大 因为你交给我 我也不能说 啥事我啥不跟你商量哈 拿钱就乱花去了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摸着石头过河 稳稳当当啊 要说咱年轻的时候 在被生活发愁 结婚了之后又在被儿子发愁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孙子 结果又在被孙子发愁 那还有多余的一点时间 在自己身上折腾 不过好在眼下 大爷和大妈的人生目标事都完成了 就等着凑成一对 甜甜蜜蜜地看日出赏日落了 这一点 那不用通知我 这个权力都交给你了 你到时候你 你到时候一年的 或者是不往前的 你看老伴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我得做个明细账 到时候你也要问我 你看我和你能有报单 你看看你看我对你这么放心 你看我工资卡都交给你了 那钱怎么花这么快呢 你看看我怕你怀疑 我自己我都记账了 你既然把新的交给你了 你是不是也得做好一些 防备的准备工资 我跟你说 就是我曾经我自己过日子 我买根冰棍两毛钱 我都记上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说钱到哪儿去 你俩人最起码说 你得知道 你得知道个大概 咱也不能说调理人家 这一点你就放弃 哎行经不起等待 大声表白就要现在 大妈的回答 还真是语出惊人 让人刮目相看 大爷的都明确表示 工资给大妈 让人家自个随意发挥 哪成想大妈却是不乐意了 直呼自个是个过日子的人 肯定不会大手大脚 任意妄为 大爷这做法 让人家都感到压力深大 就是想着夫妻手牵手 鱼生一起走啊 我在这边这么多年 只要一 一看黑龙江 特别是看其他二 更紧急 这么老远 碰到一个这么难得的 远程也不容易 你俩先了解了解 了解了解 然后希望能早点听到 一个好消息 好不好 好 完了有事了 咱们就随时联系在 好 好 拜拜 好好聊聊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